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动影音记录资料库 我们联合自播的网络视讯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 来让大家了解一些 真意性事件背后的一些 制度结构的问题 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议题 不是只有看到外在的这种 所谓的充足 也要看到它内在的一些 更深刻的一些因素 那其实我们在常常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关心 我们节目大概谈了非常多的 劳工的议题 因为我本身也是 高教工会的这个成员 所以我们也对于教师的权益 也都特别的关注 不过我想有一群的教师 他也在整个台湾的这种 所谓的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们的一些社会成员的 一个养成过程当中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一般来讲 可能是中小学老师之外 还有一群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群人 就是我们所谓的幼教人员 但是幼教人员 对很多的人来讲 他们小孩成长过程当中 就送到了这样一个幼儿园 托儿所 可是他其实会希望他的孩子 在这边得到比较大的照顾 可是我们又常常看到 有一些的新闻当中 又发现说 到这个地方去上课 小孩子可能会有一些照顾 可是好像也会遇到一些被欺负 或者是这个老师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粗暴的方式去对待 当然这样的现象这个行为是值得探讨 可是这个现象的背后 恐怕有更多有关于制度 或者是劳动条件的问题 我们要进一步的来跟大家说明跟讨论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全国教保产业工会的理事长 简瑞莲 来跟我们谈这样一个议题 瑞莲你好 老师好 我想先请教瑞莲 就是说全国教保产业工会 其实这个名称 这个团体好像对很多关心社会运动的人来讲 是比较陌生 可是如果你到南部去参加一些社运的场合 大概都会常常看到你的身影 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全国教保产业工会 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跟组织吗 全国教保产业工会 事实上是在大概82年 70年底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在底层有一群 其实蛮早的 蛮早的 民国70年底 79年左右 那我们就是一群在脱俄所工作的教保老师 然后透过王淑莲老师 在高雄县的一个妇女馆这样的一个经验 然后把一群老师集结起来 然后我们就成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初期叫做保育人员职业工会 那这个保育人员职业工会是因为当时的脱俄老师职称 就叫保育人员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工会 那更早以前 其实我们成立的名称叫学前教育教师职业工会 但很有趣的是当时还在处于那种教师不能组工会的历程 所以我们也有一点地下运作 有立案哦 有一点像地下运作 那运作完了到82年 我们正式再换了个名称叫保育人员职业工会 然后开始运作 那后续就随着淑莲老师对于这一群优托人员的一些关注 他来到台北 我们又成立了台北市教保人员协会 然后同时又回来高雄 又成立了高雄市福育人员职业工会 我们又成立了台南的教保人员职业工会 然后屏东的幼儿托育职业工会 种种这样这几个组织 那就一直到那个工会法修正后 我们其实就正式的用一个教保产业的一个方式 成立了全国教保产业工会 那这么长久的二十几年的时间 这一个组织其实都是底层的人员 底层的教保服务人员 那他们可能都工作在幼儿园 可能有一些是保姆 有一些是在客户安亲 那早期也还有脱索的老师 甚至是移动的老师 移动老师是什么 移动的老师是说 因为我们这一个行业里头 有百分之 据教育部的一个统计数字来看 百分之九十九左右都是女性 所以多数的这些女性 她的移动当然就更高嘛 比如说她可能因为婚姻 她可能因为生产停掉了工作 或者甚至她可能随着家人的移动等等 所以因此这样她的早期又虽然有劳健保 早期就应该是符合劳基法的 八十七年八十八年 但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被纳保啊 所以更早期这个问题是十分之严重的 所以我们最早就成立了职业工会 来让这一群可能在移动的教保工作者 可以得到劳保的一个福利跟保障 其实你刚刚谈到在民国七十年底的时候 其实有快八十年左右 其实就成立这样的一个机构 但当然早期可能就像你说 它是一个地下的组织 那因为台湾的工会法 事实上不准教师去组工会 不过我觉得这个对很多的大学老师来讲 就像我们对大学老师想想 其实我们都还会觉得我们是一个专业的人士 然后你说大学老师加入工会的比例 其实也不太高 那大部分会有一些状况是 他有劳动意识也有一些状况是 因为他可能面临到贫贱深等 或者是来自于其他各项的压力之下 他才意识到工会的存在 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你们在这么久以前就愿意去组工会 而且说实在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冒险 就是一个地下的组织地下机构 那当时的政府如果要动你们 或者是要对你们找麻烦 事实上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吗 我刚刚讲的那个地下运作 事实上是立案的 就是我们那时候是用脱厨所老师 那用了学前教育教师职业工会 来组这个名称 那有经过立案 但因为不能准教师立案 所以他在勉强之下通过立案 但没有让我们都几乎没有什么合法的运作 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群老师 透过我们自己的工作经验 然后大家互相的来谈我的工作处境 才发现原来 尤其我们当时是在高雄县 有来自三山地区 三山是凤山钢山 然后旗山等等比较偏远的 甚至部落的老师 一起聚集的时候才发现 哇 那个劳动条件实在是差 然后所以那个状况之下 其实当时我也是第一线的老师 但我们的薪水就是低嘛 那再来一个 我也没有劳保啊 那我当时又生了三个小孩 一生了小孩 所以我可能就马上就没工作了 甚至我自己被怀孕解聘 等等这些 被怀孕解聘 被怀孕解聘 那这些因素 其实一开始我还是非常的担心的 我跟刚刚老师讲的 可能有一些教授或者老师们 会觉得我不敢加入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一群幼教老师 一样到目前为止 劳动意识还是非常低的 所以他对于组织工会这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还是一样却步的 就不敢 会害怕 那为什么害怕 比如说他会害怕业者封杀他 对 我们最近就有很多老师说 他只要从这个地方离职 不签某个约离职了 然后他立即会被所有的业界封杀 这几乎是所有的资方 都会寄出的一个他们的法宝 实在是 实在是严重到 他可以发一张公文通报所有 这是有用的吗 我觉得有用 对老师来讲是有嚇阻作用 那我们要花很多的口舌 很多的那个跟老师说 这样的东西 你应该要怎么有自信的去面对 然后工会可以协助你 但他们还是会害怕 对 这当然是跟我们长期以来 比较没有一个劳动意识的养成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工作的类型 也会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可能大家从小就要拼经济 然后从小就要赚钱 然后当我们一旦去做某种的反抗 或者是去做某种的这种伸张自己的一些权益的时候 就会担心说 哇 万一我没有钱 然后我失去了工作怎么办 那常常会处在一种所谓的非常的危险 或者是一种心里面不安的情况 那刚才有提到说 其实你们你在20多年前就在所谓当这个幼保的这样一个教育的人员 那其实在前一阵子里面也看了一个记者会提到了说 在目前的这种所谓的幼教的工作环境当中 出现一种所谓三低待遇跟三高劳动的这种状况 那这20多年来台湾的幼教的这种劳动环境 包括他的薪资 包括他的工作时数 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呢 我觉得并没有越来越好 那随着双薪家庭趋多 然后可能我们台湾的这个幼托的这个照顾 并没有更共有啦 更没有公共化啦 那就是还是一样倾向非常的自由市场化 所以因此我举例我以前就领一万 30年我那时候就领了差不多一万多块的 一万四一万五的薪水 现在的幼教老师我们在南部甚至中部 薪水都还在两万三到两万四的薪水 那你觉得这样是好的吗 第一当然就薪水条件是不好 薪水是掉 第二个整个工时并没有改善啊 因为我们统计出来到我们2017年 2004、2010、2017 我们分别做的统计都没有更好 都平均还在10.1小时 10.1小时不是按照现有劳基法 它应该是一个八小时唯一一个基本的购物 可是幼教老师就是早上的七点半可能就入休休 没有加班 没有 午休要照顾小孩 午休也算 我觉得午休大概是很难休息吧 对 因为小朋友他其实非常不过 但他不记录工时啊 嗯 OK 对 他也不算加班啊 嗯 对 嗯 所以其实在加班费上面或者是在工时 在所谓的薪资在工时上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改变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嗯嗯嗯嗯嗯 那在这种过程当中 小朋友其实我们常常讲说能够有一个好的专业服务 他的前提必须是一个好的劳动条件 对 那我自己也会觉得说老师也在做某种专业服务啦 好那特别是幼保人员他的服务性格是更强的 就是我们老师还可以有时候摆个谱啊 然后就是可以这个训斥学生或者是可以有比较不同的方式 可是小朋友他相对比较小嘛 他需要的陪伴的时间是比较多的嘛 对那所以在那个工作的过程当中 老师们他大概一个小一个老师大概要陪伴多少个小孩 那在这样一种所谓的劳动条件工作的环境之下 这样的小孩有办法得到一些相对的妥适的这种所谓的照顾吗 嗯嗯 早期当然就是人数上的一个限制比较高 那现在其实法令上已经有讲1比15 就是私生比一个老师15个小孩 这样的一个比例 1比15还是蛮多的 蛮多的蛮多的 因为我自己有时候我之前曾经到那个小学去带过课 我去过一次我就不想去了 是 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经验 那爸爸妈妈带一个两个小孩在家就受不了了 对啊 那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少子化都是很 比较偏向养尊处优啦 或者是说就是个别嘛 所以他很多情绪啊需要被建立啊 然后他可能自主性也都比较强 所以一个老师要带15个孩子 事实上那个量就已经是十分高了 对对对 我早期一个人带三四十个小孩觉得还OK 那现在不是现在都一个人带15 四十个小孩是要怎么样军事化个管理嘛 是 那说实在的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市场里面 比较精致型的高消费的学校我姑且不论啦 他可能是1比12或怎么样 但是一般的我们在市场所看到的普遍状态是 一个老师可能是照顾1比20 1比20 他已经超出法令的规范了 但是呢却抓不到 为什么 你们没有老检吗 有老检但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去老检 也不是随时老检 如果老检有效 我们那个合家人体系就不会超收还要跟着跑 就是说只要老检人员去了 交易局去了 他是可以把小孩藏在那个另外一个隔间里面 所以超收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 所以一个老师其实普遍在照顾应该正常化是1比15 但是坊间我刚刚讲嘛 就照顾1比20 然后业者有一种手法 一种手法是你照顾1比15 每加一个我都给你加多少的津贴 所以就开始因为他低薪 所以他开始多照顾个几个 老师就觉得我多一点点薪水 而且觉得OK啦 反正有些补贴嘛 可是这个看起来的OK 事实上就是第一个工时很长 第二个劳动情绪是超高的 然后刚刚讲每一个孩子就像孩子王一样 各个都很有组建 你要呼应孩子的一个个别的需求 而且孩子是吃喝拉撒都在那个空间里面 你可能要处理他的吃饭 要处理他的大小便 处理他可能吐了可能生病了 然后还有他的教学保育工作 老师还要做客户工作 那你们觉得一整天从早上的七点半 工作到下午的五点半 这样的一个工作时速 甚至有时候还留到六点半 因为班活动要准备明天的工作 或者是说那甚至还会有后面的安清时间 回家还要把联络簿带回家写 哇 那这样的一个工时 其实不是只有工作时间里头的工时 这个行业可以说是劳心劳力 十分严重的一个行业 对这是一个十分劳心劳力的行业 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刚刚我们刚刚虽然开玩笑说小孩子是孩子王 可是某种程度上面也必须要去考虑到那四星发展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 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 他当然不可能在 也不应该用所谓的军事化的管理 或是过去我们就是一个 比较威权式的管理在这些孩子的身上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样的一种管理的方式 如果我们要让小孩能够适性的发挥 或者是能够让他养成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开心 然后是一种可以慢慢的自我养成的话 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比例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 就是我们虽然都希望孩子好 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健健康康 可是当他一旦到了这个幼儿园的时候 老师面临到的这个环境 其实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 所以其实我们待会来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媒体上面常会看到一些 这个好像到了幼儿园 然后被被欺负 小朋友可能被老师虐待 那当然有些可能是老师个人的 这种情绪控管的问题 有可能是那个环境的问题 可是这个情绪控管 会不会跟整体的劳动条件是有关系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 女性的这个在幼儿园当中 女性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女性为什么要去担任这样的工作 那在担任这样的工作的过程当中 她会不会面临到的压力 其实是更庞大的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讨论这个话题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大人载报新闻 政府推动新南向 不过今天有11个新住民团体 到行政人南部服务中心 手上带着陈琴书 和300多位新住民的连署书 希望政府帮忙 因为长期以来 许多新住民在台生活 遇到困难却求助无门 新住民团体指出 政府对新移民母国亲属非常不友善 除了父母可以来台探亲 其他亲属都得出示财力证明 工作证明 或现金担保台币十几万人 造成新住民在台生活困难时 无法向娘家求援 希望政府能够放宽限制 让父母的居留时间延长到六个月 其他亲属也能降低限制门槛 让家人团圆 但外交部初步表示 居留时间还涉及移民署全责 将在讨论有无放宽的可能性 大法官会议今年5月 宣告禁止同性婚姻违宪 政府机关需在两年内完成修法 在事先出炉后 首起同婚登记诉讼案12号宣判 这是一对女同志 三年前到护证事务所登记结婚 到到晚据而提起的行政诉讼 今天高等行政法院判决 撤销护证机关拒绝同婚登记的处 不过也以目前无法 人驳回同志要立即登记结婚的诉求 等于全案又回到原点 判决结果让律师团相当不满 等于是法院让违宪状态持续运行 且事先后的首起同婚官司就遭受挫败 也让人担心这个判决会不会影响到 另外两起正在审理的同婚诉讼 律师团表示除了会上诉到底 也呼吁行政院和立法机关尽快修法 让同性婚姻提早实现 反对高雄市水利局 拆除日治实习古迹 骑山原郡守官邸 高雄的文石工作者11日北上陈寝 提出还原老屋建物还给社会公道 停止土地拨用 要求文化部咨询公开等诉求 希望地方政府落实文资法 停止对该区域尚未劣策追踪的古迹动工 在地团体奔走抗议 守护的郡守官邸 是骑山现存日本宿舍群中 格局最大且最完整的一间 上个月18号却被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破坏 30号在强拆官邸 焊州到另一栋日本宿舍 导致原址只剩下原来的1分之1 且根据文资法 超过50年屋林的建物 在处分前都应该进行文化资产价值评估 但高雄市政府却未按照规定 甚至在处分前没有通知文化局就自行拆除 遭地方文石工作者控批根本是黑箱审查 对此文化部承诺将检讨法令不足之处 也提醒地方政府在处理文斯个案时务必首付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 讲在刚刚大原载报新闻当中 我们看到了一则新闻是高雄的 中华基金会的一群年轻人 他们其实到了立法院去开了一场记者会 因为旗山的一些日式的骨鸡 在上个月 其实遭到市政府的拆除 那这样一个拆骨鸡的事情 或是拆民房的事情 其实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也不会因为政党轮替而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特别是高雄市政府 最近这几年包括我们关注我们报导的像果菜市场 或者是其他起山大勾顶等等这个议题 其实我们都看到是一个不断的拆迁 这一部分当然会涉及到一个法律跟所有权的问题 另外一部分事实上跟整个经济发展的思维 都有很大的这种关联性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我们也希望政党者之间所谓的经济发展也好 或者是所谓的开发跟所谓的股基的保存 它不必然是一种冲突 我想执政者必须要更有智慧的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特别是当这个所有权有所争议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先停下来 把这个问题先做解决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谈的一个是 也是我们应该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 有关于幼保人员的这个劳动权益的部分 今天在现场共鸣其劳贴的是简罗莲 瑞瑞瑞你好 你好 老师好 我们刚刚在上段的节目当中有提到 就是其实我们在新闻里面会看到一些状况 就是小朋友特别是到了幼儿园之后 然后他可能很开心的去上课 可是回来之后可能吃点要乌鞋 要乌鞋 然后这个身体有很多被殴打 或者是被这个所谓的欺负的这个痕迹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有时候是老师在一种情绪的状况底下去修理小孩 那这个修理小孩其实当然从现在的角度来讲 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 而且这不是一个很妥事的教育的方式 那可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会讲说 这可能是这个幼儿园的设施不当啊 或者是会谈论到这个是办学者的态度啊 或者是说这个老师的情绪控款是有问题 从你们的角度怎么去看这样的一种事情这类的事情 我想我还是必须说 多数的教保工作者 其实他是都是很喜欢小孩 也多数都是有爱心的 那当然少数发生这样的一个案例 我觉得从很早期很早期的那种娃娃车事件 一直到后面可能有虐儿 然后一直有在教室里面可能出现的一些 可能的一些被施虐的状态等等 其实这样的因素常常都只有直接指向那个个人 就是说可能这个个人真的情绪有问题 那我也不可以否认 偶尔是有那种老师可能在情绪上 他的确是无法控制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可是我觉得这必须回到整个照顾情境跟环境里面来看这件事情 那这其实是一个结构面的问题 也就是说整个的照顾情境它是比较封闭的 老师从早上的七点多他可能就要进入幼儿园 然后他要一直到六点 他甚至可能都在一个房间里面 而且甚至真的就在一个房间 很多的那个是没有办法外出的 因为他没有户外空间 甚至外出到处是车 然后可能办学的人也不容许他有比较多的这些户外的这个互动等等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他那个课程的节奏 完全是一下子一堂英文 一下子才艺课 一下子片片断断 对一个照顾的人来说 要呼应这么多一个教室里面可能二十几位的小孩 那他可能一下子吐了 一下子吃一下子做什么 而且整个的作息是十分之长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他是非常封闭的 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 就是说他因为工时长劳动条件差 然后没有多数的休息 比如说以劳机法规定四小时就要休息30分钟这件事 在幼儿教的这个行业里面是不可能的事 而且也一直没有被实施的事 所以老师事实上时间就长 再来一个 这一群幼儿教工作者 他通常是另外 就是他在私领域里面他是一个妈妈 或者是一个照顾者 可能照顾他的长辈 可能照顾他的家人 可能是个妈妈需要照顾他另外一个小孩等等 所以他从私领域移动到工领域来的 这个整个照顾这个压力 我觉得对女性来说 其实也不尽是非常的友善的一种状态 那再来他薪水实在是非常之低 我觉得其实只是够糊口 够糊口 说不定连要能够合理的薪水 能够温饱他们一个家庭的这个也很低 所以我觉得这个必须整体去看这个结构面 对女性的教保工作者 在这个劳动处境里面是不是够友善 刚刚有谈到这个特别谈到女性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 事实上占了99%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为什么女性会大量的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我觉得包括从所谓的幼保科 幼保系的这个养成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是一个大量的女生去就读 当然也许比例没有那么高 可是一部分是跟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的文化的问题吗 或者是说当女性在这样一个行业当中 其实你刚刚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她还是一个妈妈的角色 这样的一个双重的角色在这种劳动条件之下 不会让她更喘不过气来吗 当然会更喘不过气来 我自己就是嘛 我自己生了三个小孩 我自己又是幼教老师 然后我其实长期都跟这个照顾脱离不了关系 一直到我都已经年纪大了 我又要照顾我的妈妈 照顾我的公公婆婆 我又要在幼儿园工作 事实上我从来跟照顾都脱离不了关系 所以老师刚刚提 这的确跟我们的文化有十分大的一个关系 为什么我们台湾多数照顾这件事情的劳务 都落在女人身上 我们不能讲全面 但多数都落在女人身上 然后这些这个行业里面就变成有99% 从幼保科系 从高中的幼保科系选读的时候 就已经几乎都是女性 然后我们如果去问我们现在都在工作的伙伴 那问问她说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从事幼教工作啊 就很多人会告诉她说 我妈妈说当幼教老师很好 以后可以自己照顾小孩 有人就说 这个行业很好 不怕嫁不出去 也就是说这种刻板印象 认为 不怕嫁不出去 反正你很会照顾小孩 那这个刻板印象就是女人就是跟照顾小孩连结在一起 因此从高中职 就是国中一毕业选高中职的幼保科系 一直到现在的二级大学的这个幼保科系 你去给她看一个班级里面都只有少数啦 少数的男性 当然有越来越多的倾向 但还是不够多 一个班级里面七八十个 有时候都只有三四个男性 然后出来以后还不见得会从事这个工作 所以我从数据上比例来看 以私立的幼儿园来说啦 大概有三万多人 其实她真正的幼教老师 男性也只不过三百多人 从园长一直到教保人员 那三百三四百个人里面 还有一百多个是园长 所谓园长就是她可能是 她是出资的人 对 她是老板 对 她是老板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这个整个性别化的结构有多严重 对 面对这样的问题 当然它不会是只有发生在女性 而是整体来讲 这个幼保的这个人员 女性的比例是非常高 可是她其实不管是男性女性 她可能都是一个老公的身份 那面对这样一个所谓的高工时 这种所谓三高的劳动条件 三低的这种所谓的薪资相关的这种待遇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工会可以做什么吗 或是加入工会之后 或是工会提出什么样的主张 希望能够在政策上面有个比较大的改变吗 第一个我们当然是提倡政府能够介入公共资源 就是说所谓托育公共化 因为托育公共化不是只有办公佑 如果国家能够都办公佑 我们非常的乐意 而且举双手双脚 但是国家又跟你讲说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因此它目前 我所有托育环境的这个市场里面 有70%以上 它就是一个私有化的市场 那要怎样能够去改善 当然我们力推 政府能够提供一个托育公共的环境 包括公共资源的提供 就是空间设施这些的提供 第二个它应该要把经费 做一个适度的保障 应该要给幼儿的这个年龄层来用 你的机费是包括它在政府的预算上面 这个部分 就是说如果幼儿是我们未来国家的资本 那么为什么多数的这个钱 可能不放在这一块呢 然后再来一个是说 如果我们这一个环境是需要被提倡的 那我就更觉得更多人民应该要来参与 或者理解这一块 所以它可能有一个参与的机制 所以我们工会就是开始蛮倡议 从倡议的过程里面去把幼儿的政策 让更多的社会听得见 这一群底层的工作者 跟孩子被照顾的样貌 以及国家所提供的这个资源的样貌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所以所谓的公共化的概念 不是只有成立的所谓的公立的幼儿园的概念 包括经费上面的这种投入 以及社会有某种的参与 那还包括空间 空间部分也许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理解 可是在经费上面的这个部分 在目前的政府 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也好 大概投入在这种所谓的幼儿教育的经费的比例 或者是金额到底是多少 我们实在是把所有的钱都放到补助里面去了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所有的大班 每一个学期补助一万五 每一年就补助三万块 每一个孩子 然后各县市把这个补助当作一种糖果 然后来吸收 就是让我们的家长 你的意思说他不是直接放到这样的一个机构里面 而是去给予这个家庭 他就是你来读所谓立案的幼儿园 那我就补助你 那补助看起来很像是补助了给家长 可是我自己因为在县市有参与那个所谓的省议的机制 包括那个私立幼儿园的收费调涨等等这种机制 政府把钱投进去了 然后家长领到了 可是家长去选择的私立幼儿园调高费用 那到底是谁受利 是业者受利啊 我们的家长所选择到的是越来越私有化的市场 然后更有趣的是他调高的收费 老师的薪资并没有调涨 所以这个是一种二线循环 那国家投注的资源 那我们会想说 他其实应该把这个资源来审慎的去考虑 怎么样提供一个公共的 比如说现在你可以设公佑 那你就应该要设 尤其在乡镇 尤其在偏远的地方 你要提供足量 然后如果说 比如在都会区或者甚至乡镇 你应该要对于现在正在推的非日幼儿园 这样的一种不同的多元的模式 去扩大提供 那扩大提供以后有几个好处呢 一个就是说 这个设施会变成比较竞变性 第二个他会比较平价 因为他的那个负担 家长的负担会相对降低非常之多 第三个会把老师的薪水调高 那薪水调高以后 劳动条件也会比较合理化 什么合理化呢 第一个他的工时会比较正常 第二个可能照顾的品质 孩子就立即享有比较正常化的教学 然后在师生比的部分也会被好好的考虑到 所以因此提供的这些公共化的设施 是有利于不是只有有利老师的薪水 是有利于所有的孩子的被照顾 也就是这个照顾的人跟被照顾的人 都是可以得到好品质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政府应该要把这些经费去投入到这些非盈利的 或是当然很多人的公共的拖幼的机构是更好 而不是去做一种所谓的糖果式的补贴 而是在整个预算上面 而这个预算上面其实还必须有一些设定条件 例如说你刚刚谈到工时工资的这种基本的这种条件在里头 那全民要怎么去参与 你公共怎么去参与 就是这个教小孩是一个专业 那你教我去大学老师去教我 恐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一般的人怎么去参与 这个所谓的公众如何又跟公共化有关 其实如果他私有化多 你要能够参与的机制当然就不多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在推的那种 比如包括公佑他也有家长会 包括我们在推的费力幼儿园 也有叫做社区自治委员会或者家长会 那让这些家长共同来这个照顾的情境里面看到 这个情境提供的样态 比如说我们如果能够去支持又叫老师 他在照顾情境里面能够同理能够理解 那是不是少了一点误会 那也就可以支持他们更有力量可以去工作 不过这也要家长有空 这也要家长有空的确是没有错 可是我觉得那是一种互动形态的一种氛围养成 就是说家长他理解了这个照顾情境里面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他可以提供相对的资讯 他不一定要人来 现在整个媒体资讯也相对的非常的丰厚 所以我觉得这个参与是可以的 第二个如果家长他知道这样的一个公共化资源是好的 我觉得就应该要理解 不是我要拿到那个个人的津贴 然后我好像这个月就多了一点点钱 好像减轻了负担 可是整体没有看到那个整体状态的问题 所以比如说我们就会带着家长他们会去议会监督 如何看到那个提供的状态 然后包括立法院我们也会让家长知道说 我们的那个分配的这个经费的状态如何等等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参与的 我想这是一个我们要更深刻再去关注 跟去理解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为什么要这么关注 因为所有的教育都跟每一个人是有关的 就是他的问题可能不是只有在大学 不是只有在高中 他可能在幼儿的部分 一个孩子能不能得到一些妥善的这种所谓的照顾 有没有充足的资源 老师们能不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恐怕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教育的公共化 也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的谈到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劳动条件 他就不会有好的这种所谓的专业的服务 专业的表现 而这个劳动条件的好外事实上 除了这个劳动者自己要去努力 跟国家投入多少资源 是有很大的关系 特别是教育的资源 政府是完全不可以去省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瑞典来接受我们发挥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继续的 跟你讲相关的话题 谢谢 我们下礼拜公众再会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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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